劳动力发展署中章头分署 集社团法人台湾专业技能教育培训协会 于平山里办公处举办为期三个月内的 时尚美法专业技能培训班 日前学员们结讯后也进行成果展 先元Lensher也到场关心 本会台湾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协会 这次接受劳动力发展署中章头分署 委托办理时尚美法专业技能培训班 那我们的学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接受了检法、焊法、染法、编法的专业训练 目前已经都能够独当一面 目前能学会很多造型技巧 那前几天我们带着学员出去议检 也让他们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 为社会做爱心做公益 他们即将节训 为南投地区的美法行业投入一批生力军 专案经理调志中指出 过去经验来说 学员在美法业都有亮眼的表现 那美法业者需要人才也欢迎联系 来聘用这些美法生力军 那目前呢 过去的经验呢 我们的学员在美法业呢 都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在美法业发光发热 那我们南投地区的美法业者 美法的用人厂商 如果有需要人才呢 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然后聘用这些美法生力军 那学员的组成呢 来自于南投地区比较多 那我们包含了很多中高龄的妇女 然后失业者 或者二度就业妇女 我们有来自越南或是大陆的外籍配偶 那大家一开始对美法都是不熟悉的 那这段时间呢 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 目前呢 已经都能够熟悉这些美法的技巧 县议员内学者表示 相信课程未来能够导入市场 不仅让学员能够朝自己的兴趣来发展 也能学习一项专业技能 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规划 我相信这个课程呢 未来能够导入我们的一个市场 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职业的一个导入 未来有收获 如果是够活着够不着 够能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一个棒 尤其是劳动部有很多的职讯课程 厌学在这边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来申请 培训我们的一技之长 未来导入市场能够雇家庭又雇经济 我想这个是一举两得 那么验学相当感谢 我们承接单位的这个技能职业中心 让我们这些姐妹能够学到很好的技能 未来能够谋得一技之长 我觉得值得肯定 学员们借由此课程 不仅大大提升自己在美法的专业技能 对于就业也有所帮助 来议员也期盼未来能够持续举办 更多元的课程 让民众踊跃学习 记者兴俊南投探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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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